是甚麼原因讓你一直成為一個電視的選手 那某天我發現我的食指動得非常快 聽說這樣跑位就比較不會被敵人打得到 同時我開出我的電競聲音 電競遊戲的話你都玩哪一路 羅斯福路或中山北路 沒有啦 開玩笑開玩笑 我肚子有點餓 媽 那個幫我泡一下槍口乾麵好不好 來啦 請問你玩遊戲的時候你是到甚麼時候還才上去 第一次我就十三三二十字光臨時被稱為 兩人三羅神 會跟我們非常下 你在電視器還是中讓你最難忘的經驗嗎 這就要講到我用巷口乾麵 舊妹故事 當時我就在吃這碗巷口乾麵 一口接著一口享受這Q彈的快麵口感 我笑就傳來我妹跟她男朋友吵架的聲音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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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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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位啊 雅面三羅咬有沒有聽過 沒聽過 你現在聽過了 沒錯 就是我 想當年我拿著一台筆電 一包巷口乾麵 一路向南 一邊打囉一邊環島 我就是QWER QWER QWER 你也弄啥 你筆電那麼長時間沒充電 你都不會沒電嗎 有電又怎麼樣 沒電又怎麼樣 不講這麼多 重點在這邊嗎 妹妹 我們走 那個時候你就把你妹的男朋友 有在樓下的嗎 啊對啊 還有乾麵可以吃啊 你覺得成為一個電競高手啊 他的關鍵原因是什麼 時間嘛 時間啊 就像像口乾麵 五分鐘就能搞定 之後的時間你可以拿來打LL 那請問你那麼長時間的打遊戲啊 你的家人都不會反對嗎 對話 會了啊 然後我的保護真的把他抖 我那麼晚還沒睡 誇張的話打一打 你爸 太誇張了喔 你爸在通命啊 爸 爸 吳洛翔啊 那你要怎麼這樣子做空空 不用溝通 因為我找到你 你怎麼無限